因為擔心美國總統川普甩手走人 重蹈前不久 川經會無果而終的覆轍 北京取消了3月底 習近平與川普將舉行的貿易峰會 不過外界認為 川普推遲加征關稅的善意 不可能無限期的延續 川習見面簽訂協議是遲早的事 美國華爾街日報、福克斯新聞等多家美國媒體報導 由於川普與金正恩會談失敗 尤其川普中斷會談並走人的決定 令北京意外 北京擔心 習近平與川普舉行潛在峰會時 不但不能討價還價 反而要面對川普離場 將習近平置於丟臉的尷尬境地 3月8號 北京取消了本月下旬 在海湖莊園的川席會 當天 美國政府一位高級官員 也向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證實 原定3月底 川普和習近平 在佛羅里達海湖莊園的會晤已經取消 這位官員表示 北京擔心 川普對美中貿易協定感到不滿意 一走了之 會讓習近平難堪 也會讓已經十分緊張的美中貿易關係雪上加霜 使兩國高級官員長時間以來的談判努力 復之東流 大陸學者、中國問題分析人士林雙認為 中共根本無法達到美國要求的公平貿易 因為中國的民眾被中共剝削的太厲害 無法靠內需來提振經濟 投資也已經無處可投 唯一指望外貿、偷技術來維持生存 現在北京就是拖一天、算一天 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 他很自信 如果不是一個很好的交易 他是不會簽字的 川普堅稱 美方需要有執行程序 如果中方按規矩辦事 這是可以的 如果不按規矩辦事 那美國就採取報復行動 包括徵收關稅 而且另一方不能有徵收關稅的行為 福克斯新聞報導說 川普還鼓勵中方不要擔心 這並不代表美中雙方的協議完了 只是說兩國元首3月不會會晤 有可能會晚幾天 報導引述亞洲事務專家分析說 美中貿易談判發展到這一步 至少對美方是好事 美方不應該急於達成協議 因為中國經濟在持續下行 而美方可以等 更重要的原因是 美方總是遵守協議 而中方根本不遵守協議 有協議也等於是單邊協議 美方根本不需要這個協議 零雙說 中共企圖用拖延戰術 妄想拖到川普執政期結束 他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實際上 一旦川普下臺 北京會更慘 3月10號 大陸央行行長 易剛在新聞發布會上宣稱 雙方在許多關鍵和重要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易剛暗示 中美接近達成一項匯率協議 這是為解決長達一年貿易爭端 而舉行的談判的一部分 而人民幣匯率一直是美中爭論的焦點 川普在競選時就直言不諱地表示 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造成中國產品相對便宜 從而在貿易中取得優勢 去年 川普又指責北京通過壓低人民幣匯率 來抵銷美國加徵關稅對中國產品的影響 易剛表示 中國絕不會把匯率用於競爭的目的 也不會用匯率來提高中國的出口 外界認為 支持北京又讓了一步 據《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的話說 北京高層表示 只有在確信兩國元首親自會晤時 可以真正敲定一份協議的前提下 才同意舉行峰會 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邱垂亮認為 川席會應該是美中兩國貿易代表 已經談妥後的一個簽字協議 中文字幕提供